2013年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杨振宁先生形容他的科学发现 若贝尔讲集的物理学论文 这是一个物理学的实际难题 我的竞争者带着一种质疑的眼光 但是他们没做过我的 因为这个科研成果 您被评为中国首届未来科学奖的获奖者 奖金高达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怎么用呢 改善生活 我想通过这种最挑战的科学研究 培养最优秀的人台 我不想干科研了 我想去创业 你会觉得可惜吗 我是考研究生考了三次 赌博是花了七年的时间 他是攻克世界难题的科学家 清华大学副校长 学资心中的大先生薛奇坤 大学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 老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 薛老师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清华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远 青春梦 激扬中国梦 本期演讲者 大先生薛奇坤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 倡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五四青年节期间 我们开讲了 推出了当代教育界的大先生系列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大先生 来自清华大学 2013年 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这个你们都懂吧 都不懂 好了 这是个机会 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 量子的反常霍尔效应 简单来说 就是量子的霍尔效应的一种反常现象 明白了吧 好了 那么这个科研成就究究竟是什么分量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该讲嘉宾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奇坤先生 欢迎您来到台讲 您好 您好 来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各位请坐 请坐 我刚才总结的那一句 关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话 有道理吗 对一般老百姓来讲这是对的 一般老百姓 专业上来讲是不对的 但是我知道量子确实有一个霍尔效应 对 在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的作用下 电子的运动可以变得非常的规则 有秩序 那反常霍尔效应呢 就是刚才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需要强的磁场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呢 就不需要这个磁场 不用磁场 不用磁场就能使电子呢 在我们的电子器件中有序的运动 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样 而不像农贸市场的人一样 但如果电子像农贸市场的人 而不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运动 又会怎样呢 电子在运动的过程中 它就互相爬通碰撞 它就会碰回来以后 它电子会走弯路 这个器件的消耗的电就会更多 消耗的能量就会更多 就会使我们的这个器件发热 比如说你打热回手机 手机就发热了 发热的这个这部分是浪费掉的能量 如果要电子有序了以后呢 它就没有产生这种碰撞 就不会发热 就会大大的减小 电子器件的能量消耗 比如说你现在手机的待机时间 可能是一天 可能用了这个效应以后呢 就是两天或者三天 除了待机时间长之外 还能有什么好处吗 速度就快了 电子呢 在器件中总是要从这个电机 到达另一个电机 完成它的性能的操作 如果我走了弯路 但是还是回去的话 那么速度不就慢吗 但是我们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它会一往直前 它不能掉头 它不能掉头 掉头的话就是罚款 量子霍尔效应 就定义了这样一个罚款的规则 电子不能回头路 电子警察 哪个电子走回头路 还要罚款 钱交到哪儿去呢 但是这是开玩笑 实际上 薛校长是在用这样一种比喻 让大家更清晰地 尤其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 更清新地理解 什么叫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但是我知道 因为这个科研成果 您被评为中国首届 蔚来科学奖的获奖者 奖金高达100万美元 100万美元 这是当时的颁奖典礼的现场 颁奖典礼 大家的掌声代表着 对您的祝贺和钦佩 也代表了一份好奇 这100万美元怎么用呢 改善生活 改善生活 但我听说 您这个奖金的规划当中 还有一部分要用在学生身上 我们团队的成员吧 我们的合作伙伴 改善他们的生活 所以做您的学生很幸福吧 我想象中 他们应该是很幸福的 想象中 从来没求证过 对 你从他现在的工作状态 和生活状态来讲 我想他们大部分还是很愉快的 很有成就的 所以做一个学生 最幸福的事 其实就是碰见一个好的老师 而一个好的老师 带领学生绝对不仅仅 是在科研 在学问的道路上的前景 一个好的良师 一定是引领我们 在人生的道路上 能够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薛校长为我们开讲 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 我叫薛奇坤 现在呢 是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 但同时呢 我是一个 同时量子物理的科学工作者 量子反常货物性的发现 使我很有成就 而且我还取得了另外一个重大的突破 就是高温超导 我带领了团队在世界上 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这些科学成就 或者成果的取得 当然是我感到很幸福 很高兴 很有尊严感 但我更加有尊严感 我知道我对生活感到幸福的地方呢 是我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我是1999年回国同教 到现在呢 已经近18年的时间 培养了17位博士号 72位博士和3位硕士 我更加自豪的是 他们呢 又把我以前 同时科研的一些快乐 同时科研的一些传统 传从了他们的学生身上 好像我下一辈子的学生中 现在已经有很多 在学校 在大学当了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 从我个人的经历 培养学生的体会呢 和在座的年轻人 谈一谈 如何快乐的 但是又有责任的 追逐你的梦想 我这个人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尤其是在科研生涯中 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英语 口语 非常的差 可以说 比在座的每一位同学的 口语都要差 差到什么程度呢 我的英语发音 就像我 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一样 非常的不精彩吧 有时候很难听懂 1995年 我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我的科研呢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教授呢 就奖励我 给了我一次 去美国开会的机会 让我做一个 20分钟的学术报告 20分钟的学术报告 对我这样一个 几乎不能讲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的 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当时可以说是不知所托 怎么办 我只好把我要讲的每一个单词 每一句话 全部一个字不漏地把它写下来 我转门找了一个房间 进行了模拟练习 到我正式讲报告的时候 我模拟练习了80多遍 随着练习的进行 我不但发现了 我以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发音上的错误 而且自己对整个报告 把控能力也达到了 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状态 每讲到某一个我背下来的单词的时候 我会知道 这个时候我应该看左边的观众 讲到那个单词的时候 我会知道看右边的观众 再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会指示我屏幕上的科学内容 最后几遍练习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能保证在规定的时间 完成前的十秒内 接受我的报告 从来不超市 但不能欠很多 讲完报告以后 有很多教授 而且是只在文县上 见到的一些非常膜败的教授 来祝贺我 对我这样一个 以前畜生长大于 你们都知道 一梦三区的年轻人来讲 那是何等的一种鼓励呀 自己达到了自己 这么崇拜的教授的赞扬 而且他听懂了我的报告 他融入了我的报告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就像我们在夏天 非常渴的时候 来了一杯冰水 那样痛快和舒服 所以再次的经历 是我养成了追求极致 寻找科研和工作快乐的 这么一个基础 每个人的探索过程 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我刚才讲了我很精彩的一面 实际上呢 我是考研究生 考了三次才考上 我赌博士花了七年的时间 我现在的学生 基本上在五年 顶多六年 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我是用了七年的时间 我也有过 挫折的这种过程 也碰到过很多 让我不快乐的事情 但是呢 我为什么能 在碰到这种困难 刚才像你的英语很差的 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你能克服下去呢 就是通过追求极致 来使自己很快乐 我是一个高校的老师 我们大学的核心任务 是人才培养 老师的天职 是培养人才 教书育人 我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和我学生之间的一个故事 我这个学生呢 很聪明 他的实验技能呢也不错 但我一直不知道 他的英语写作能力有多强 给他布置的课题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以后 他完成这个课题 把这个课题的结果呢 写成一个学术论文 交给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的英语的写作水平 和我的口语一样 在一个档次上 你从他的整个这个论文中 找不到一句没有错误的句子 如果报你这个学术论文 作为一个改错题的话 每一个地方你都要进行修改 但想到自己是一个老师 他是我的学生 如果他这个文章写的 我们叫perfect 非常完美 那需要我这个老师干什么 所以呢 我想了一个妙招 我说你呀 把这个论文呢 改十遍 每改一遍呢 你存一个版本 等你全部完成这十次修改以后呢 你把这四个版本的这个文件呢 用一秒发给我 好家伙 他心动非常迅速 第二天就把这四个版本发过来了 发过来我一看 我就更加生气了 我发现有好几个版本 时间囤盘的时间啊 只差一分钟 你想这么好 五六月七八月的一个论文 他一分钟之内 他就可以修改一点 他肯定是在敷衍聊事 他不知道我的用心 我就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 给他当面指示这一点 我说你为什么这两个版本 这两个版本 直接囤盘的时间 只有不到一分钟呢 当然他脸一下子就红了 我和他改了一段 一个字一个字一个的改 他发现确实是 我说你这样 这一遍呢是转名修改语法 下一遍呢 你就看这个段号段之间的连接啊 那下一次呢 你转名思考整个这个 科研论文写作的这个研究的主线是什么 每一个版本 你有一个修改的方向 刚开始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叫我修改 连续修改事变呢 我是有深刻的 我就是用这种追求机制 精益求精的态度 把他这个英语上的短板呢 给他补上 现在呢 他现在是咱们光临顶尖大学的一位老师 我不想把他的名字点出来 他可能 有可能他会看这个节目 我想说的是呢 本着这种做一个老师的这种职责 把我的学生呢 也能培养成一个追求机制的人 2013年4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个量子反常活性的实验成果呢 被报道 我是非常的高兴 但是我的竞争者 当时也在做这个实验 但是他们没做过我们 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是带着一种质疑的眼光 他说你的数据这么漂亮 你肯定你的学生 或者你没对这个数据 做任何的处理吗 当然我有自信 没有 因为这是多少年来 我这个团队共同努力 追求机制 认认真真 不分白黑奋斗的一个成果 过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后 日本的在这个领域的 一个顶尖的一个研究组 美国顶尖的一个研究组 重复出了我们这个实验 他们过了一年多 在我们报道以后才重复出来 所以呢 当我们这样一个新发现的 重要的物理效应 经受到了实验的考验 经受到了甚至是竞争者的 考验的时候 那给你带来的那种喜悦和幸福 那是无以复加的 假如我训练学生不是严谨的 我们这个学生的数据 是重复不出来或者是假的 你在这里生成 你做了一个重大发现 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理效应 可以写到教科书中去 如果这是假的 那对我的选伤 可能就是巨大的 我现在五十多岁了 我们用一个物理概念 惯性来比较的话 尽管我的身体的惯性不是很大 但是我的内心 我精神上的惯性很大 我停不下来 我想用这种追求机制的态度和精神 去克服新的世界难题 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高温超导 这是一个物理学的四级难题 我想通过这种最挑战的科学研究 我们培养最优秀的人才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在这种追求机制的过程中 享受到幸福 每个人都用追求机制的这种态度 去对待你的工作 我想我们的国家 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最后我想用一张照片写说 这张照片是两年前我看到的 我一直记得它 大家知道2015年的野门战乱吗 野门战乱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中国人在野门 在撤出这些中国人的时候 我们中国拍了我们的林一号 我老家是林一 好的军舰拨他们撤出了 这是撤出的时候 记者配了一张照片 你看看我们这个很有自豪感的小朋友 这个很高兴的小朋友 你就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 对你来讲有多么重要 所以我就希望在座的各位 把你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如果每个人 我们十一几人都这么追求极致的努力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快乐的状态的话 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的中国们 不就是不远了吗 所以呢 这张照片 我一直保留着它 谢谢大家 谢谢薛校长 谢谢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薛校长 给我们带来的中海开讲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健康饮酒畅导者 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请坐 请坐 您的开讲啊 就对于听众来讲 也是听力的一次考验 也听力的 中间有几个词很有意思 您自己可能从来没注意到 就您说到自己赌博的时候 您的发音是 我赌博花了七年 我赌博是花了七年的时间 我们都震惊了 这个您可能 您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 也没有人跟您说过 没有 但是我相信 跟我有同样感受的 不在少数 就每次一听到您 说到这一段就 嗯 您这属于相应难改 这么多年了 就山东口音 您有没有比如说 真的想学一下 标准普通话呀什么的 我也想学了 但是呢 我觉得发麻 自己讲出这句 就说 我四三百年 我感觉了 好像不舒服 后来我就感觉 您觉得 如果让您自己 要憋出那个 特别标准的那个语音 您自己听的头皮发麻 有点难为情吧 那个在您开讲过程中 很多观众朋友 写了好多小纸条的问题问您 说徐老师您好 您现在还可以 现场为我们秀一下 您征服众多教授的 英语口语 就开场白 我们感受一下 您当时台上的空谈 好不好 我想一下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听懂了 Good morning 有一个是Zero 什么Zero 什么Zero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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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001 一 Zero 什么 Surface Surface 表面的什么什么 Surface 浮述 好了好了 但是您在日本留学 您一定知道 日本人说英语也 也很困难 不如我 还真的不如中国人 就是因为日本日语的那个发音 有的时候它很硬 它的舌头它卷不过来 它叫Surface 它叫Surface Surface 来 张明慧 其实关于薛老师那个比较独特的口音 其实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量子力学史上的波尔 就是波尔是丹麦人 当时波尔的英语非常之烂 他就非常开心拿着自己的很厚的论文 去找到那个剑桥那边的老师 想在那边去入学 他就跟那个老师就喊了半天 那个老师就全程微笑 然后说Good Good 然后那个老师根本没有听懂 然后那个论文就搁在剑桥 就很久就在那边吃灰 也没有 老师也没有去看 后来波尔在失望之下 就去了曼彻斯特 但是就在曼彻斯特 波尔就发现了他非常重要的物理学成就 所以说就是无论是薛老师还是波尔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 口音的差异完全不影响思想的伟大 波尔就是量子力学的点击人之一 对 对 对 那份论文后来就在剑桥一直尘封着 还是说后来被发现了以后 被发现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文 然后就在那边落了很多很多的灰 那个教授这回应该说Good Good 这个问题 接下来 我清华的师兄说 研一到您的课题组 要先学会扫地 研二就可以插桌子了 感觉跟少林寺一样 对 我想这位同学是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不是研一 实际上研二 研一大家都要学习 先把这个基础课都修完 研二就进入实验室 研二咱就相当于它是第一年 第一年的话 它要先学习基本的技术 它不能去操作 刚才我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些 它也不可能操作 所以它要跟到高年级的同学 在学习这些东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必然高年级的同学 你给我踏擦地吧 这种现象我存在 它是想表达的意思 进入实验室第一年 包括第二年 我的学生全是在 跟到高年级学习这些技术 这要需要两年的实验 你要是做好一个实验 这种基本功需要很长的实验 这种基本功就叫好 你练武功的要 刚开始要先扫地 基本功 对 加码布 你要如果是洗一个烧杯 你要把它洗到 你认为你达到的最可能 干净的程度 这都是为将来 你操作这个非常复杂的一切 而且你不犯错误 必须要打理基础 所以已经很不错了 跟着师兄师姐在实验室 只是让你扫扫地 你要跟着薛教授洗烧杯 薛教授把所有的原子 给我洗干净 我果然觉察了 那个是我的学生 哪个 就这个 这个 您刚认出来 刚认出来 他给您抛妹眼 都抛了半个多小时了 坐在下边 他好像还在学上基础课吧 他现在还正在学基础课 就连扫地现在都还没上 还没进入扫地状态 那你来吧 白云赫 赫这名字 像文科生一样 薛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白云赫 非常的荣幸 去年九月的时候 开始加入到了薛老师的队伍中 哇 祝贺你 祝贺你 谢谢 觉得有很多的人 会像我当时一样 很想加入到薛老师的队伍中 但是就是很想知道 薛老师到底喜欢 什么样的学生 或者说对学生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然后我也跟薛老师 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薛老师当时回复我了 有四个要求 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 薛老师说第一点 要我本身对这个学术 非常的有兴趣 第二点 要学会与人和谐的相处 好 停 第三点和第四点 我们看看对不对得上 忘了 好像对重而是就这两条 一般我就提两条 他怎么会四条呢 你这怎么会有四条呢 其实可能是因为薛老师 就是他还是觉得 培养学生的做人 比做学术本身更重要 因为后两条提的 都是在学术上的要求 前两条是做人的要求 后两条是学术 有一条是让我要有个 比较扎实的树立基础 还有一条是物理概念要清晰 因为他本科是复旦大学的 所以基础应该没问题 但是薛老师回复我邮件之后 我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点 就是一般我们好像 所说的做科研的时候 一般都是直接跟学术相联系 很少直接会说 跟与人沟通相联系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性格的方面 我培养了将近一百多个学生 好博士后 我们每年都一次聚会 只是毕业的学生聚会 我聚会的时候 我感觉我最幸福的是 我们这些学生 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非常的好 取长不短 互相帮助 真叫好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你如果不善以后 别人合作 那么你还是找一个导师 只带独苗的那种导师 他就管你一个人 你要在我这个实验室工作的话 必须 因为刚才你讲 需要一起做不同的实验 需要一个团队去做 所以这就和你在讲了 在社会上工作一样 你要叫人家 把你变成朋友 你能生活在一个 非常温馨的工作环境中 你必须要学会好你的大教导 要尊重别人 帮助别人 同样的 别人也会尊重你 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说的那个问题 主要是薛老师 希望怎么样去培养 学生们的一个方法 但其实我也特别的好奇 就是那薛老师 您当时在选择导师的时候 您所看中的是哪些点呢 对现在可能非常不实用了 我选导师的时候 我是走到楼里头 一个实验室 一个实验室的访问 到了这个陆鲁华老师 这个实验室 我一看他那个仪器 是不锈钢做的 很亮 他给我讲了几句以后 我就跟着你了 就这么选了 他没有学生 我是第一个学生 当然也是最后一个学生 所以我是开门弟子 也是关门弟子 这个仪器 在当时的情况下 是非常先进的 因为我们这个做物理 需要直觉 你一看到这个仪器 给你的这种直觉很好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导师 我就没走第二个房间 要走第二个房间 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位老师 在他的从教生涯当中 就真正收研究生 就我一个 就只收了您一个 这只能证明 这就是缘分 缘分 就老师这一辈子 就在等这样一个学生 收完了以后 关门不教了 讲得太好了 薛老师你好 然后我比较惭愧 因为我物理从来没好过 所以我这个不敢问您 这个跟学术有关的问题 我现在是在这个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花园县边城镇 莫老村 做一名乡村创客 就是说我去年 是从这个澳洲国内大学毕业 然后我和我的同事 一起在这个村里面 跟村民成立了 这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帮助我们村这个 13户建党利卡的贫困户 帮助他们去脱贫致富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 对 售卖的是湘西的特产包骨酸 它是一种湘西那边的美食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 大多数都是毕业于北大 清华和复旦这些国内的名校 同样也有这个 耶鲁哈佛建桥的 这个国外的知名院校 所以我想我的问题是 如果你能科研团队里面 有你的学生跟你说 薛老师 我今天我不想干科研了 我想去创业 我想去搞金融 或者去回到农村 您会觉得可惜吗 实际上这个理想目标 或者你选择的方向 没有高低 没有大小 没有贵贱之分 在我这个团队中 就有这样的 有十五六个学生 最后选择了非科研 和非教育的这些行业 我当时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 有很多去做投资了 因为对年轻人 你现在投资 在一个证券公司 在银行里 也对年轻人吸引率非常大 我说这很好 我想提醒你的是 你在这里学的 和人打交道 和同学合作做实验 这种对人和人相处的 这种态度出人方式 要继续留在你的单位 更重要的是 你在这里学到了 精益求精这些东西 在你做投资 在任何事 说不定是你 超过其他人的一些特质 所以你要充分地利用这一点 我对我的学生 基本上他的选择 我都没有说过不字 我懂事给他的是鼓励 只是你培养五年的话 你会感觉到有些遗憾 但是如果培养了五年 你还没有把他吸引住 说明你对这个学生 在这方面的训练 也许是不够 也许呢 他确实是证明他 不适合于这个方向发展 他这个时候 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仍然是正确的 年轻就在于 他们可以有尝试的机会 是吧 一旦尝试完了之后 发现不合适 他还可以再选择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价值和价格 在现在年轻人心目中 应该是一个 越来越清晰的概念 薛老师您好 听您讲的特别亲切 尤其是带了一点 山东口音 因为我也是山东人 然后我也是来自 中国一流学府 北京大学 然后您身边的主持人 小萨师兄 也是来自北京大学 首先说 您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您觉得清华和北大 培养出来的学生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吗 你就看那两位就行 白云赫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清华 北大 两个学校共同 都是想用最好的师资 最好的条件 把他培养成这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对这样一个大学来讲 经过多年的发展 大家认识上的一些传统 北大我想讲究学术自由 从学生的管理上 不太管学生 让你自由地去发挥 清华你比如说双肩挑 我们有每个班都有辅导员 可能更加叫学生规整他一下 从这一点上来讲 都有优点 都有缺点 你要管得太厉害了 禁锢他的思想了 你要太放松了 有些小孩他把握不好的话 他可能就会走上了一些 他恋爱的道路 不行 或者是有很多事件 没有成分的任务 他可能就会走上一些 我想最大的区别 到了北大的女生 比例高一点 清华的女生低一点 这是一个直接一看就能看出来的一个现象 现在也好多了吧 现在 慢慢地改善多了 清华是40%吧 我认为40% 北大的女生比例有多 差不多1比1 1比1 50%对吧 50% 然后因为北大和清华的确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两个学校特别喜欢互相调侃 同学我觉得不应该就是叫相杀 因为我们都是 两个学校呢 因为 他说的相杀可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对 相互竞争 泛化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说 就是两个学校的学生会互相调侃 最著名的段子就是 请问清华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呢 不远不远 也就两三百米的距离 隔一条街 隔一条街 看来在清华也有这个段子 就是把校名换一下 是 我知道两个学校之间会互相调侃嘛 但是其实我今天是特别想正儿八经地问一问这个严肃的问题 您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在您看来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远 两个学校的学生来自我们全国中的精英 两个学校在不同阶段 培养的人才 在国家的发展 在我们国家的进步上都起到了我们这两个学校应该起了一些多用 可能大家想关注就世界的排名活着是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呢不光是我们两个学校的问题 我们中国实际上在整个过去这个历史一百多年两百年历史 就可以看到我们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环境做这种科学研究 所以从一个大学的角度我们没有产生一些像这个自然科学 现在技术方面的大师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实际上有很多点上 包括北大的有很多重要的成果在这个点上在这个高峰上已经做到了世界最好水平 所以我们再有一段时间以后加上我们国家的重视这两个学校现在都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一路大学 但有短板这些短板在一定时期之内我想在20年之内可能基本上能补齐 其实我去查了一些数据16年到17年世界排名大学排行榜是这样的 首先是那个QS排行榜清华是24北大是39 然后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清华57北大53 然后是泰晤士报清华是35北大是29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世界排名 这个排名有一定的可信度 另外这种排名还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它会统计很长时间的一个 你比如说诺贝尔奖 剑桥 哈佛大学一百多个 它这个学校就好几百年了 你要比这个指标我们追一万年追不上 培养人才不光是技能的培养 只要你给社会发挥正能量 这就是你完成了你大学应该的这个使命 只要这个孩子在这里成长了 成长了它可能是你希望的是攻克比较难的 挑战人类智慧的难题 但是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做好一些功利事业 像刚才那个在山区里把他做成一个农产品 把他让大家都享受这种美食这种事业 我想也是一样的 一个大学更多的应该是对理念 就是价值观的塑造 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对社会有正能量的人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还是静下心来 尤其作为大学的管理者 包括咱们在这个大学学习的学生 理性地去看待这种排名 我们国家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 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个水平 我们有条件搬好一流的大学 培养出最好的人才 这个不管我们有优势的地方 我们有短板的地方 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这个 好的继续推进 弱的赶快手上补 慢慢的补齐这种差距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别管排名有没有 昂首阔步向前走 谢谢许老师 讲得好 杨成功 秀老师好 小萨老师好 那个 徐老师我对您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学校的师生对您都非常的熟悉 甚至 你可以从学校任意拿出一个学生来 他都能讲出您的事迹来 每天早上我一进入学校 就能看到您给我们提的词 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 你口音和我差不多 口音对 而且又说您学校有您的提词 蒙音一中啊 对 徐老师 我就是来自咱们蒙音一中的 一位物理老师 老师 而且还是个物理老师 教哪几年级 教高二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物理 曾经在小学的时候 就把我奶奶的 唯一台黑白电视机给拆了 那是喜欢家电维修 我平时可能喜欢一些制作一些航母 制作一些无人机 我讲到这些知识的时候 学生非常的感兴趣 会向我提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 当知识回到书北上 他们的兴趣就丧失了 那我小时候也跟你一样玩无人机 就那个一搓 无人机 我们俩性学爱好一样 其实都从空气动力学角度来讲 是一样 是吧 你给孩子一讲这个东西 他就明白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我很高兴 我也很激动今天能碰到 我山东老家 一蒙山区的 尤其是我们中学的 还是教物理的一位老乡和老师 很高兴 刚才提这个问题 就是学生可能对一些模型 对一些这种航母 无人机很感兴趣 你说 因为他要面临的高考和升学 他必须要把课备的知识掌握 你还得做一个老师的一个基本质 那这一块你要做的是什么 第一 你的讲课艺术 讲课技巧 可能需要提高 我假设我的课讲的 像大老师这样的主持那么精彩的话 那学生在45分钟 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就过去了 他会望我的跟着你去 学习这个课备知识 你把我一个物理概念 你讲的比这个一个武侠小说 比一个电影还要精彩的时候 我想你的学生一定会跟着你那 老老实实地 把这个课备知识 有很多建议 我提这么一个建议 好 谢谢 徐老师你好 小赛老师你好 先请两位还有现场的观众 看我做几个动作 然后猜一下是什么意思 然后再猜一下我的职业 我没猜到 我没猜到 他是应该是做牙鱼教室的 应该不是 不是吧 他是有一个问号 是吧 你想问我吗 不对不对 这个是 这是快乐的意思 你看那个欢呼雀跃 快乐的意思 然后我是来自北京新宁 呼唤残志人艺术团的舞蹈编导 也是手语老师 刚刚那个 谢谢 被您猜到了 被您猜到了 您厉害 对 刚刚那个手语就是 你快乐吗 有一个问号 然后我很快乐 对 就是这意思 我跟我的这些孩子们 在一起生活七年了 二十四小时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平时就是教他们跳舞 然后教他们去学习 很多文化知识 和一些生活的常识 然后我就发现 这些龙人孩子的内心 是比较的自卑的 然后跟这个世界 是有一个隔阂的 因为团里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来自 全国各地偏远山区的 在他们出生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教到的父母 会手语的特别少 他们从小跟父母沟通 就是有障碍的 然后可能他们一个村里 就只有一个龙亚人 他没有别的玩伴 然后其他的健全人的小孩 可能还会欺负他 然后我就发现 舞蹈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不单单是能给他们 带来快乐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他面对这个世界 唯一能做的一个沟通的语言 他们在舞台上 跳舞的时候的 那个笑容 那个眼神 当时特别触动我 是在我看到 其他的健全人的 舞蹈演员的脸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眼神和表情 你实际上做的 可以叫一个伟大的事业 你都能让这种 在身体上有一定缺陷的 很难使他快乐的人都能快乐 你的事业的难度 和重要性 比我做的事业 都要伟大 我实际上只是让 各方面一定技术 非常优秀的学生 在一个方向引导 做得更好一点 我的面临的挑战 要比他要小得多 我说 我对你非常佩服 你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 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足 我就想问一下薛老师 就是龙人骑 其实它是比较自闭的一个群体 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 怎么让他们和这个世界 和谐相处呢 我想和我们做科学一样 我们要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应该慢慢地 组织一些专业的研究 请一些心理方面 学科相关的一些专家呢 慢慢地去做真正的研究 用科学的方法 去帮助他 这个恢复一些功能 然后呢 提高他的幸福的程度 你比如说 以前咱们那个龙老的时候 有助听器 现在有人工耳窝 就是孩子如果刚生下来以后 发现他确实是听力有缺陷 及时地植入人工耳窝 可能不会影响 他学习语言的功能 我不知道小夏老师 您还记得吗 就当时录那个 梦想新搭档的时候 小龙女组合中的一个成员 小兔子 我妈妈一直都特别看我 跟我说一个人工耳窝 今天 在姐姐的报纸下 这个梦想 终于赶紧实现了 她是已经20岁了 就不是从小就植入人工耳窝的 这样子的 然后当她开机的那一天 因为她本来是有语言能力的 我们就以为 她就可以听到我们所有人说话 然后就可以慢慢地开始交流了 后来我们发现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是因为她龙人 她从来没有听到过 这世界上的声音 她根本就没有概念 声音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她的大脑从来没有做过 不接收这个信号 这方面的分析 对 直到她能理解一个人说话 是什么意思 到模仿这个声音 自己能开口说话 这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是让我很困惑的一个地方 我还是要建议呢 更多的专业 不管是从技术上的专业人员 还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员 关注这个群体 帮助这个群体 用更科学 更专业的方法 帮助你们这个事业的发展 谢谢 谢谢 其实您的这个研究啊 搞不好在未来 真能帮助到这些孩子 因为我见过他们现在用的人工耳窝 我不知道它这个技术的原因还是怎么 还是有点大 就是这孩子还是得 带在这个头骨的这个位置上 对 对 还是得做一个 小型的开炉的一个手术 对 也许未来您的技术 真正让它的体积能缩小 就功率 就是它的能耗能够降低 真正能够再把它变小一点 也许就能植入到头皮下边 对 我们实际上做科学研究 可以说是了解自然科学 我们要满足人民的好奇心 但实际上呢 我们也希望 我们这种知识 能推对人类理解的进步 也许通过这种科学研究 带来技术上的进步 能帮助人类有更好的生活 对 我就是在这方面 我也是发现其实物理学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其实我们都能接触得到 因为龙人他听不到声音嘛 所以他不理解音乐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跟着音乐跳舞 他就更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我们就把音乐放到音箱里面 然后通过那个振动 让他们去触摸 让他们去感受 建立一个声音的概念 对 就是通过触觉 可以让他们去理解 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些 让我们老师比较崩溃的一些小麻烦 在一个比较混乱的场合 我们说集合了 集合了 你嗓子长再大 没有用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个小窍门 如果把 比如说在这个演播厅里 把整个演播厅的灯一下关掉 然后再打开 所有人的注意力 一下就在你的身上了 然后我们就发现一些这样的 可能一些小的窍门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技术的发展也是无止境的 所以科学家还有很多这样的 专业人员的努力 也许上会帮助你 使得孩子们更加的幸福 我们要呼吁社会 对 呼吁国家 共同努力 朝这个方向 投资理科研项目 朝这个方向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再次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 谢谢 谢谢 今天是我们大先生系列的 其中一期开讲 我就突然想起当年的清华大学校长 梅一齐先生曾经说过 大学不仅仅是有大楼 而是有大师 一个学校 一个校园 或者说一个国家的教育 能够让学生享受其中 能够让学生在这当中 不仅找到科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 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觉得这可能 是我们身边的一位又一位大师 带给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大先生们 感谢邓校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谢谢您 下期开奖 再见 谢谢 所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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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